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说先要求我们的部长就一个重要的事情 能够再提一个更完整更详细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在你的国防部的业务报告里面的第四页 其实也是你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就提说要掌握敌情威胁的部分 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天美韩有在做联合军演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联合军演事实上也号称是美韩最近这几年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联合演习 那可以代表着说整个东亚的局势 东北亚的局势现在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局势 我在这边我想要要求我们的国防部 就这个部分能够提出更完整更详细的一个评估报告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整个台海的防卫 会不会有相关的影响 会不会因为朝鲜半岛的事件影响到东亚的整个军事安全 我想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议题 那我在这个报告里面 其实你没有特别的写到这个东西 那我相信这里你有提到所谓的南海的主权争议的部分 我觉得相对来讲目前看起来 本席来觉得东北亚的问题 可能军事的紧张的情形可能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在这边要求我们的国防部 能够在最近这几天之内 马上能够提出一个新的 因应东北亚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提出一个我军在这个部分的因应作为的报告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北韩的领导人也曾经 最近这几天也曾经透过媒体公开的放话说 他要发射核弹 那这样子我认为 这个已经是对于我们东亚的安全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求部长 就这个部分应该要来做一个充分的说明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在国防部的业务报告里面 我没有看到你讲到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别的委员在询问你的时候 你有口头讲了一些 但我认为 要看到你们一个正式的书面的完整报告 我觉得这才是国防部长目前在你们讲的 这个 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同意委员的这个指导 就是说 对东北亚的一个情势的掌握 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一些 这些我们的准备的工作 其实跟委员报告 我们自己国军时时都在准备很多事情 就是要注意国土安全也好 或说是我们的台风周边的一些安全也好 当然这件事情 它会影响到地区的一个什么变动 委员刚刚的指导 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们会把它整个综合一下 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OK这个部分是第一个事 就这个部分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从礼拜一开始 我们许多委员都一直在请教 关于这个宪兵的这个事件 也引起许多人的一个不同的看法 是的 那我记得我在礼拜一那一天下午 我在询问我们的部长 以及我们的政战局局长 也就是我们的政战局局长 我们请他一定就背询台 我们的文中将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有就几件关键的问题 来请教我们的政战局局长 以及部长 也就是说 关于我们内部公文签合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公文内部签合的流程 那当时我记得 就政战局跟宪兵的说法 是说 2月26号 到达我们的台北宪兵指挥部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3月3号 到达我们的国防部的政治作战局 就是关于这三份解密的公文 我想再确认一下 这个 我们的政战局局长 1月1号 礼拜一你给我回答 是不是这样子 跟委员报告是 我们的文件是3月7号才收到 那3月3号是宪兵发文的日子 所以3月3号你没有收到公文就对了 还没有收到 还没有公文 那这样好 我先让你看一段 我礼拜一咨询你的内容 你的回答内容 这个案子在2月19号的时候 政战局收到这个情知 然后嘉宇调查嘛 对不对 没错嘛 对不对 来 然后2月19号 调查之后 你们2月19号是不是就拿到公文了 没有 公文 没有 你们什么时候取得的 3月3号 3月3号取得 你们什么去找 对不起报告委员 我们是讲的是 政战局这一部分 那先面对2月19号 局长你有听到了 是 那你还告诉我 你到底是3月3号还是3月7号收到公文 报告委员 那个时候因为 我可能是还不清楚状况 所以那是错误的 我们正确的时间是3月9号 你们觉得这太夸张了吗 是 你作为一个政战局的局长 只要大家在关心这件事情 而且你们口口声声说 这个公文到底还具不具备 继续保密的价值非常的重要 也因为这个就是导火线嘛 所以要去 为姓民众他家搜索等等 结果你们 国防部政治作战局 到底什么时候正式的 收到了台北宪兵队 以及宪兵指挥部转过来的公文 你还在这边告诉我是3月3号 还很肯定的语气耶 然后我之前告诉你说 我后面还有讲说 你把公文拿出来给我看 你还跟我说绝对没问题 可是你还会记得吗 那部长你觉得 这个夸不夸张啊 报委员这个可能 他当天啊这个事情 我们要检讨啦 这个没有把它搞清楚 这是应该是要检讨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那我在这边就很多委员 请问你们的许多问题 你们每个都搞不清楚 就随便回答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报委员 我们都有对这些事情了解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做一些调查 所以你这样讲又是做你有清楚啦 有清楚我刚才就问到 局长连哪一天收到公文 他可能 这个是他可能自己的疏忽 他没有把它记得很清楚 他就贸然的答出来了 可是我还有重复询问过 说请他确定 为什么 因为我在问他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是要确认 他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们几位军方的将领 都一口同声说 这个没问题 是3月3号 国防部 政治状态局 就收到这样的一个公文啊 然后还告诉我说 3月3号收到之后 就马上要来和判 他是不是机密的公文 这是你们礼拜一 我在这边问的时候 你们这几位回答我的问题啊 只不过过了两天而已耶 整个大逆转耶 所以跟我也讲 我们会把这些事情 把它做得更精准 那如果你今天讲完之后 过两天我再总询你一次 你又告诉我说 今天讲的又不对了 是不是 因为今天又不精准了 不 现在这些公文的来肉 我们现在已经找了 总组大长在做一些行政调查 所以部长我讲真的 这些都是你领导的相关的官员 是的 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 你们连最基本的文件的管理啊 收发都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才会有后来媒体报导 有上千份的文件外留在外面啊 那个上千份的跟委员报告不是最近的啦 这都是年代久远的 对啊 长期累积起来的事情 最近广播并没有太多的 几乎没有什么公文在流失在外面 是几乎没有还是保证不会没有 我们现在有我们档案的管理的方法 部长你也不敢讲嘛 你只能说几乎没有嘛 为什么 你也担心过了没多久 现在是要查查局 要拍空一张公文留在外面 对吧 保证 好 所以我想先就这件事情 我们的政战局局长 你是不是应该在这边 向我们立法院先表达正式的道歉 是 跟委员报告 我在这边向各位委员跟主席道歉 这是我自己的疏忽 我下次还是要告诉你 局长 你的道歉不是你个人的疏忽而已啊 你代表了整个政治作战局 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轻忽啊 是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 你如果当天不知道 你可以说你赶快去查 只要查你们的收文登记簿 你就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 收到这个公文的 你不需要在我们在询问的时候 你马上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说 就是3月3号 结果后来询问的时候 居然不是这个事情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我们宪兵队跟政战局又在讲到 到底有多少人派遣了这次的任务啊 派遣这次的任务啊 那按照刚才的说法 宪兵队是说 总共你们派了多少位 四位 政战局说派了两位嘛 我们是在捷运山里面有两位 在捷运山 总共派了几位出去 我们在捷运山外面还有两位驾驶 所以总共几位 四位 总共四位 所以确定全部只有四位加六位 十位 先兵队的六位又喊不喊驾驶啊 四位 你们的四位又喊不喊驾驶啊 喊在驾驶 你们有四个 你们有四个 四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好来 这个拍到的影片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名宪兵骑回家中 看看现场一楼留守至少六人 两人陪同上楼 这个就不确定 我看你们搞不大家清楚 你们搞不大家清楚 所以我在这边 要特别的告诉我们的政战局 你们到时候麻烦你再提供一份 你们当天的出勤表出来一下 你们的出勤表出来 我合理的怀疑 你们对于人员的管理啊 是非常的松散的 非常的松散的 那按照刚才政战局局长你说的 你们有四位同仁出去嘛 对不对 两位司机 两位政战局的 好我再问你一下 那两位是政战局的 国军军事总队的 还是政战局的保防官 是军事安全总队的 所以军事安全总队的嘛 好 我再跟你提醒一下 礼拜一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告诉我那两位是保防官 是政战局的保防官 是报委员他们军事安全总队 他们都是保防官 是 军事安全总队是直接隶属政战局吗 是我们都称他为保防官 是 他的正式名称叫什么 军事安全总队的队员正式名称叫保防官吗 你们官阶赋予他是保防官吗 是吗 是吗 报委员这个部分我们去了解一下 但我们一般都是政战保防官 军事安全总队不是你们国防部 国防部下面的单位吗 他的正式职称叫什么 你们还要回去了解一下 部长 他是 他是保防干部啦 我们这样讲他都是 我刚刚讲过查泄密查 数碟 他是军事安全总队就设组长队员 队长嘛对不对 是这样子嘛 你们有保防官的编制吗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在军中有很多我们的 一些我们自己的称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当立法委员的委员在这边质讯你们的时候 你也用一个非常习惯性的称谓 来回答我们你们对这些干部的 正式的军方的官显的称呼吗 可能他当时一时可能认为 他只是 局长你也用一时认为又心慌不小心 不是不是 区别宪兵跟他之间不同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告诉我说 是军事安全总队的队员 你为什么不这样讲 为什么 还要告诉我说叫保防官 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是 政战局里面的保防官去的 所以政战局局长 你这个欺骗立法院 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你不但派出来的人 是军事安全总队的队员 我现在还想说到底他是队员还是组长 还是队长 你知道是谁吗 他是队员还是组长 队员不是组长 确定哦 是 但他们都是保防专业的军官 所以我们才统称为保防官 是 你们的队员是军官吗 是军官 全部的队员都是军官 也有士官 士官兵 是 也有士官兵嘛 是 也有士官兵嘛 是 对啊 那你怎么会每个都叫保防官呢 保防官在部队里面是正式的称呼啊 不是吗 还是你们只要每个做情报都叫做保防官 局长 我们 报告委员 这一部分我们习惯性是把保防干部都称为保防官 是 保防官业的军官我们都称保防官 那军群局里面所有的都叫做保防官吗 不是不是军群局我们有他另外的称谓啦 所以我就说嘛 我在问你的时候麻烦你告诉我 他正式的职称是什么就好了 所以从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明显的知道 为什么 所有的国人对于军方的这件事情 是充满了不信任 就我们委员会两天的质询 同一个委员问就我而已 你就给我不同的答案啦 第一个 什么时候收到公文 你就可以有两个版本 第二个 什么人到现场 你有不同的版本 那现在当然北检在调查 我们希望北检调查的结果 不会有第三个版本在出现 我想 郑战局长你自己要小心一下 然后刚刚那个部长我跟你提到的 关于东北亚局势的部分 麻烦你能够尽速提供一份资料给我 以上谢谢 谢谢